我本来呢今天想要给大家拍一个我自己比较推荐的帽子的合集 然后呢我自己在收拾我帽子的过程中我就发现 我要不然给大家拍一个我所有帽子的上头吧 所以今天我就准备给大家拍一个我的所有的55顶帽子的上头合集 我呢是真正的大头女孩 我的头围大概是在58厘米的样子吧 我就量过那么一次为了买帽子的时候 其实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去量一量自己的头围 方便你以后在买帽子的时候心中有一个这个尺寸 然后你量你自己的头围呢就是从额头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你看这个帽子它是怎么样在这围这么一圈 你就量你头围这个大小 我妈妈跟我讲过就当时她颇妇产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的头围太大了伸不出来 就我从小就是一个很爱戴帽子的人 小的时候呢我就会把大人那种棒球帽自己拿来戴 结果这次我发现了我喜欢戴帽子的根源 觉得是在基因里面的 因为我爸爸这次来吧 我们只要出去逛街 不管进到任何一家什么样的商店 他都在选帽子 他只一算呢我应该就是命中缺帽 所以我觉得我爱买帽子这个问题应该是遗传的 他不能怪我 接下来呢我就会按分类给大家试戴我所有的帽子 我自己说出来也蛮正经的有55顶帽子 我觉得应该比大部分人拥有帽子的数量都多一些吧 那这些帽子呢都是我这些年来陆陆续续的买的 也有一些是朋友送的 那我都会上头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在我头上的效果 那每一个类别分享完了之后呢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喜欢的几顶 以及我在挑选这一类帽子的时候需要注意到的地方 那我们就开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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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旁边的边呢也是可以就是你随意翻折啊 编织的特别的透气 也很适合夏天 然后这顶呢是去年在日本买的 就是那个杏三郎帆布店 我当时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帽子 然后就觉得嗯 它是那种厚帆布质地的 这应该是我所有的渔夫帽里面 就是最硬挺的一顶了 因为它的帆布真的是还蛮厚实的 这个我买的也是LL号 就应该是加大号吧 因为它大号是L 然后我买的是LL 我买帽子的时候呢 真的非常喜欢它们的帽子就分大小的 那我一定会买大号 或者它如果有加大号的话 我会买加大号 然后这个帽颜呢 跟其他的渔夫帽比 就更稍微这样翻起来了一点 然后特别喜欢它这边的这个字 倒不是说这个牌子怎么样啊 但是我觉得旁边有一个这个字 就是你拍照的时候 稍微斜脸一点这样也很好看 还有就是去年开始非常流行的这个盆栽帽 盆栽帽呢就是非常的个性 很显酷 我每次戴起来 我妈就说为什么要抠一个花盆在头上 因为它整个是竖着这样造型的 所以就会把你的眼睛这里挡住 但你能看到走路啊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只要你不是戴的特别低啊 如果想走那种黑裤女孩路线的话 我就觉得这个帽子还蛮好的 而且很好的是我也戴的下去 这个应该是我所有帽子里面 价格最高的一顶了吧 也是我最近才买的 Prada的这个渔夫帽 但这顶呢我买的是加大号 应该是非常难买的一个尺码 然后这个加大号呢 应该是男款里面才有的 所以我这个帽子应该是男式的加大 女生基本上只有小号和中号 我这个看着就很绝望 其实我很喜欢它新出的那个卡其色的 但是最大的中号 我戴上去真的这一圈非常的勒 帽子真的就是如果你戴的非常勒头了之后 会很难受很难受 一定要买戴上去舒适宽松的帽子 在网上疯狂的搜索 找到了这顶加大号 然后我戴上去就真的是游刃有余 很舒服 这个我觉得也不用说了吧 这种黑尼龙我觉得戴上也是非常的酷 应该会是我今后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顶帽子 然后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下 就是有几顶帽子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这顶是我从姑那里拿来的 他自己就是平时私下里面他自己戴了 就我们去机场的时候 他就把这顶帽子送给我了 这灰色怎么形容呢 就是烟灰色吧 非常的适合日常 其实里面是有松井调节的 当然我这个大头是用不着把它收小的 就跟刚才我分享的这个白帽子是一样的 就是我最喜欢的渔夫帽的一种帽型 接下来这顶呢也是姑送给我的 它是在韩国的 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 我之后草帽有分享那个awesome knee 就这个牌子的 后来我还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推荐这个帽子 它也是这种浅米色的 其实应该是非常好看的 它好像有个名字叫什么婴儿帽之类的 但是我戴上真的就是对我的头来讲太小了 就我非常非常感激我的朋友们送我帽子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很喜欢戴帽子嘛 他们可能不懂大头女孩戴帽子 其实真的还是挺挑的 像这个帽子人家戴上是婴儿帽 我戴上就是坐月子嘛 戴不下去 你们看我眉毛都被这样拉起来了 就是非常的紧 这真的是就是我无法佩戴的一个帽子 这顶也是朋友送我的 我到现在还没有机会能够戴出去 我很喜欢帽子有个这个戴 有点点那种乡村田园女孩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穿一条那种白色的娃娃裙 配这个帽子应该是很可爱的 它里面感觉是有那种铁丝 然后所以你这个帽颜可以随意的翻动 不是那种特别适合日常的帽子 你需要搭配自己的衣服什么的 这个也是昨天我收到的 一个朋友送给我的一个帽子 像我自己一般买帽子吧 我可能不会选这种颜色的 可能春天夏天戴起来真的还是蛮有活力的吧 我朋友说他当时没有注意 然后就拿了L号 特别特别感谢他 这个L号戴起来就刚刚好 渔夫帽一定要注意 就是它的这个深度 它也不能太浅了 如果太浅了的话 戴上帽子这样也不好看 就一定要稍微有一点点深度 像我现在看镜头的时候 这个帽颜在我眉毛左右的位置 我觉得就是最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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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这个帽颜越长吧 越可以显得你侧面这个弧度比较好 原来我还买了很多像这种类型的帽子 久了之后它会比较软就没有型了 我比较推荐大家买就是像这种 前面这一个部分是比较硬挺材质的 就是后面软一点没关系 像这个帽子也是 它可能是唯一一宫买的没有调节的 基本上我的棒球帽后面都是可以调节的 这样的话不管你的头尺寸是怎么样子的都可以调节 然后棒球帽跟渔夫帽一样 我戴的话一定就是要把它整个戴下去 我这有的人可能头很小 他会把这后面就收得很紧了之后 然后这个样子戴 大头如果这样戴帽子的话 真的就显得你的头更大 就一定要把它压下去 可以让你的头视觉上看起来小一点 然后说到像这种带球队标志的 其实我还是想提醒大家要小心 因为这种都是某一个棒球队的这种队的标志 有的时候你走出去别人就会觉得你是这个球队的粉丝 但很多时候我都不是 就别人跟你讲话的时候就会很尴尬的说 我只是为了这个帽子好看而买的而已 像现在我就买的比较少了 就还是有别的选择 你看它的这个帽颜就没有这种帽颜的弧度大 因为上面又比较软 然后戴上去了之后 这种平的真的就没有拱一点的好看 这种圆圆的帽形真的就会好很多 这个你看我连吊牌都没有拆 圣诞节的时候 这是我同事送给我的 可能也没想到我平时看起来人模人样的 结果头这么大吧 这个帽子真的就是特别的小 帽子里面浅了之后呢 基本上就只能盖住我的头顶 然后它的在这个地方就结束了 显得我的脸好像比平时还要更大的感觉 就是一个帽子的兜不住 然后这个是我最近戴的最多 也是大家询问度很高的一个帽子 其实是因为冬天穿的衣服都比较黑嘛 我想说买一顶这种红色的 而且它是那种灯芯绒材质的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红色应该就是显得皮肤非常的亮白 出乎我意料的好看 因为它是灯芯绒的感觉吧 就是有一点点复古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显得整个人的气色还挺好的 然后整个帽形呢我也非常的喜欢 如果我能够亲自去试我一定会去试一试 如果不行的话呢就是我会多做做功课看看别人戴的时候 弧度是不是比较大呀 然后它的这个帽子是不是比较深 主要是看这两点吧 然后就是看这个颜色好不好 平时的搭配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平时的搭配 表面是最强的 这些肯定的搭配 不断配 可能的1个 Heming 它是最大的骨灯 这个帽子 以吴 我应该还有一顶 其实我之前戴的比较多的 一个很简单的黑色的贝雷帽 不过它这个就是旁边的边是黑色皮质的 但是我就找不到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贝雷帽应该是我觉得我偶然发现的 就是很意外 我觉得找对角度戴好了之后 还蛮适合我的一个帽子 像我戴贝雷帽 我觉得跟大多数人戴的方式不太一样 很多人戴这种类型的贝雷帽 它其实是这样戴 基本上是像这种搭在头顶上这样戴的 但是像我这种大头 额头这么宽的话真的非常不适合这样戴帽子 所以呢我后来发现我戴贝雷帽 其实就是要把它旁边的这个边弄下来一点 给大家一种我的发际线在这个地方的错觉 我真的是非常羡慕那种头小 额头又比较小发际线长得很好看的人 我也非常能够理解 为什么大家会去直发际线这件事情 但是我自己现在是没有勇气去直发际线 只是偶尔有的时候如果要露全脸的话 会稍微修一下容或者补一下发际线粉 而且戴上这种贝雷帽呢 就是我会习惯性的把它往一边拉 其实还可以像这样往后面拉呀 或者就这样放在头上 但是我自己是习惯把它往一侧这样调整一下 我拉下来这边我会把头发栽在耳朵后面 像这样侧面看就还行 然后这边的话呢 要不然就是稍微多抽出来一点 就有一种不对称的这种感觉吧 不然的话呢你也可以把这边的头发挽到后面 其实这样好像也还可以 这是我找到的我觉得适合大头或者高额头的人 配戴贝雷帽的方法吧 然后大家也看到了我买贝雷帽也基本上都是以黑色为主的 这顶是去年日本的那个 CA4LA那个牌子 它是那种皮质感的 然后后面这里有一个金属的圈 显得很有质感很有气质的感觉 它里面这个是它的一个内衬 做的是很厚实的 它这个也是军码的 我居然能够戴得下 像它我另外买的一顶 这种材质的 它其实是很透气的 适合夏天佩戴的一个贝雷帽 你看它其实做的很浅 我的头顶已经在这儿了 然后如果我想把它往旁边这样拉一拉 就有一点点困难 所以至今呢我还没怎么戴出去过 然后另外这个呢 是去年冬天我买的 就是你看它是这种像棉服这种感觉的 然后就很适合冬天戴吧 也没找到机会穿厚衣服的时候把它戴出去 因为它整个稍微比较厚实感 所以就非常的蓬 如果换成白色的话 真的非常的像厨师 然后呢这个就也是cangle的 其实我都不太确定它是不是贝雷帽 让我把它归在贝雷帽里面 它这样戴着了之后 就可以很好的修饰发际线吧 然后戴它的时候 也是把头发都放到耳朵后面去 我觉得还行 把后面这样放在前面来戴呢 真的就还蛮搞笑的 这种也是比较薄一点材质的 当时呢我就同时一起买了这个羊毛材质冬天戴 其实这个颜色真的配那种奶茶色的唇膏 特别的温柔 特别配这个颜色 cangle的这个帽子呢 我也是选了大号的 戴上去也是还不错 贝雷帽吧 我觉得可能就每个人戴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那我自己呢是觉得有的时候 就是你稍微穿的可能正式一点 或者穿个小裙子那种 戴上一个这种贝雷帽吧 原来迪伦叫它画家帽 就会比你单穿一个小裙子 显得更精致一点 像这种爆童帽呢我只有三顶 因为我其实觉得爆童帽不太适合大头或者大脸吧 因为本身这种帽型就是比较浅的 然后它帽沿这里又比较浅 旁边呢又没有遮挡 所以我觉得不是特别适合大头 然后尝试了一下之后呢 我就没有再买过了 这顶lack of color的就是我觉得应该算是很正统的爆童帽吧 它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这种花边 其实还是蛮好看的 然后整个是羊毛的比较厚实的那一种 但是你看我戴上了之后 它其实有上面显得好像更大吧 另外的这两顶呢还是日本那个牌子的 这顶呢就是我当时觉得它很酷 这边是打不开 还可以打开 它是这样折起来的 然后一边比较高 这边看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边看是这个样子 我就觉得还挺特别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我戴上怎么样 然后我是觉得好像不太适合我 那lack of color的话 我就如果关注我有一段时间的话 都知道我原来也有推荐过他们家的帽子 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品牌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帽子 我现在大概有六顶他们家的帽子吧 每一次买了之后都觉得不会让我失望 先跟大家说我有的一些羊毛 应该叫粘帽 礼帽这种的吧 一个呢是我觉得会有一点点这种西部牛仔的风格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稍微也是会精致一点 要不然就是把头发这样放下来 然后呢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把头发在后面这样扎起来 特别如果你想要突出 比如说你戴一个大一点的耳环啊 其实就挺好看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把我头发扎起来 显得我的头会小很多 因为我的头发真的太厚了 会显得我的头更大 羊毛帽的这四顶呢 都是他们的一个应该是叫做Rancher的一个型号 就它的帽子前面是有一个这种弧度的 就你拿帽子的时候是可以这样用手拿起来的 它会让你头这个地方显得稍微尖一点啊 就是视觉上会让你的头变小一些 我自己戴的最多的就是这顶白色的 然后它这个颜色搭配这个皮质真的画龙点睛 就是那种很高级的奶油色 气质就会提升一点 但是像这种经典的黑色 像冬天的时候戴也可以 它这旁边稍微有一点点这种蝴蝶结的这种装饰 如果要我推荐的话 这顶白色的加这个黑的 因为我非常喜欢那顶白色的嘛 所以我后来又买了一顶这种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的关系吧 就是到现在我还没有怎么戴过 像我自己比如说黑白的衣服比较多的话 真的就是这两顶搭配起来比较多 我觉得这个白色就是最百搭的 我自己一般戴的是大号 基本上我买它 他们家的帽子都是买的L59 那你看其实它在我的头上是有一定空间的 所以59的话稍微比我大一点点 这顶是我当时看没有尺码了 所以我买了一个中号的 它中号呢就是57厘米 就是有一点点卡在头上 当然也不是说卡得很难受那种感觉的 大号戴起来会更舒服一点吧 这个大小呢也跟大家参考一下 这羊毛帽呢 我觉得需要注意的就是 它本身这个比较高 所以戴上去了之后呢 其实你的头这一整块会稍微更大一点 如果你只拍上半身的话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你要照顾到整身的搭配的话 我就建议下面要不然就是穿靴子 要不然就是穿有点根的鞋子 让整个的比例显得比较好一点 再见 好了草帽草帽草帽 刚才不是跟大家说lack of color 它的那个形状叫做Rancher 是因为它前面有点这样 像我现在戴的这个呢 是他们家的很经典的叫做Spenser 如果它是凹进去但是圆的的话呢 好像是叫做Boulder 这个帽子真的是如果我觉得所有的草帽 我只能推荐一顶的话 我就推荐这顶Spenser 它有点点像那种 就有点英式法式那种小复古的感觉的帽型 就非常的规整 就有圈黑色的边 在我心目中就是最最最最最经典的一个草帽的型 就跟我所有别的草帽比起来 它的颜其实算是最短的 所以戴出去的话呢不是那么夸张 随便穿什么我都可以搭这个帽子 头发如果这样扎起来的话 我觉得戴起来也是很好看的一个帽型 度假休闲风吧 但是又有那么一点点的优雅 这是我最推荐的一顶草帽 这个是去年夏天买的 这个就是没有封边的那种 其实当时我想买的也是Rancher那种型的 就前面有点尖尖的 但是因为等了好久好久好久都没有货 所以最后呢我就买了这顶上面 其实是圆的这种 这个就稍微夸张一点点 而且它其实它的遮阳效果并不是那么好 因为你看它这个地方孔的缝隙是很大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夏天的时候 就是阳光洒下来 透过这个洒在你脸上有那种阴影的感觉 拍照还是蛮好看的 我第三喜欢的就是这一顶 Awesome Needs 也是韩国那个牌子的 我特别喜欢它的这个袋子 非常非常的有度假感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牌子下面有个这个标志嘛 所以你这个袋子就是搭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小标就觉得挺特别的 它这个应该是军马 不分大小的 而且它这种呢可以寄带的话 如果你去海边风特别特别大的话 这个也不会掉 然后它还有一种穿法呢 就是可以松松的寄在这儿 然后挂在脖子上 然后如果你要拍照拍个背影啊 或者侧面啊什么的 我觉得也都非常好看 适合去海边啊 或者去露营野餐啊 这个我就不是很推荐了 一个是它大小不区分 你看其实我戴上还是有一点点小 我要使劲给它压下去 当时买呢也是觉得它很酷很夸张 非常有个性 所以才买的 但这种帽子呢真的就是你可能用不了几次 出去旅行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不方便 基本上这个就跟行李箱的那个大小同宽了 反正就是很大 这个不是很推荐 这顶帽子是ZARA的 你们应该想不到吧 ZARA做帽子做的还挺好的 之前我也有过一顶黑色的那种羊毛帽 但我现在也是找不到了 价格好像是40美金 如果你要去外面买一个羊毛的帽子 是这么便宜 应该是买不到的 然后它做的型啊什么的也做的非常好 这个也是我很早以前买的一顶ZARA的帽子 现在应该也找不到吧 这一顶当时也是度假的时候临时买的Kate Spade 不好意思我一直在摸我的鼻子 因为就是很多那种飞起来的小灰尘 然后这让我很痒 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这种有图案的帽子 它的这种帽颜是这种 其实是很软的 就跟lack of color的比起来 现在呢就是觉得季节好像过了 就是有这种字的 然后我也不怎么戴了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帽子吧 这个好像是在一个二手市场买的吧 就是红色也蛮雷的 也没有什么遮阳的效果 所以就凹造型带的那种帽子吧 我也不是很推荐 最后三顶呢就是毛线帽 这种毛线帽真的不多 因为在加州这边很热嘛 所以我基本上用不到毛线帽 唯一有的这几顶呢 都是因为可能冬天去滑雪的时候 然后买的 毛线帽如果买对了 其实挺适合大头的 我很推荐就是这种 上面有一个毛妥妥的正好这样的帽子 不能买那种太长了 然后这个妥妥掉在后面的 非常不适合大头 真面会看上去很奇怪 就一定要买这种 可以竖起来的这样的帽子 带呢也是就是带在眉帽上面 滑雪啊什么时候带还蛮可爱的 这顶呢这种袜子帽吧稍微就酷一点 我是觉得竖起来会比较好看 最后这顶呢是一个朋友的妈妈 亲手织的一顶帽子送给我的 虽然我觉得不是说特别特别的适合我吧 但是我觉得还挺珍惜的 现在能够手工织帽子真的非常少了 而且又是别人送的很珍惜这样一个礼物 以上就是我所有的帽子的世代合集 我的这个大头经历了这么多的锻炼之后 会不会瘦一点呢 经常大家会问说 如果带了帽子就上面蹭上粉啊 这些怎么办 如果我知道我今天要带帽子的话呢 我可能真的额头的粉会少上一点 这顶帽子最近带的很多 所以你看前面其实还是蹭的有粉 昨天晚上为了拍今天的视频 把我的帽子全部都清洁了一遍 我用的呢就是这种卸妆的湿巾 然后就会拿来把帽眼里面稍微擦一下 还有呢就是像帽子本身也比较容易沾灰尘 时不时的可以用这个卷棒卷一下你的帽子 像平时别人看到你的脸就看到你的帽子嘛 如果上面全部都落的灰啊脏兮兮的 我觉得也不太好看 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喜欢戴帽子的人 也希望今天所有的世代呢 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 因为有的帽子已经时间比较久了嘛 如果我能够找到链接或者它的品牌的话 我都会写在下面的信息栏 那么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主题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给我留言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